维京集团创办人布兰森,美联社,分享。 维京集团,Virgin Group,创办人布兰森,Richard Branson, 以同为创业梦想家的身份,对近来麻烦缠身的特斯拉,Tesler, 创办人穆斯克提出两个建议,学会授权与多税一会儿。 在被CNBC的杭格福德,Nancy Hunkerford,问到可以给穆斯克什么建议时, 布兰森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他应该学会授权。 布兰森说,我认为他可能需要学会授权的艺术, 他得为自己找时间,为自己的健康和家人找时间。 他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人,但他不应该睡得很少, 他应该在身边找一个很棒的团队。 布兰森说,他之所以生活愉快和长寿的原因之一, 是他找到了很棒的人来经营他的公司, 而他只过问重要议题,布兰森以学生创业家崛起于商界, 之后创立了控制于400家公司的维京集团。 穆斯克则与布兰森同辈视为有创意与愿景的创业家。 穆斯克利用其商业和科技的创新方法, 创办了电动车先驱品牌特斯拉。 穆斯克还提出了一个名为Hyperloop的超高速运输系统想法, 以及成立以家名为SpaceX的太空旅游公司。 而布兰森和维京是穆斯克在此领域的直接竞争对手, 因为他们都在发展Hyperloop和太空旅游计划, 特斯拉执行朝穆斯克,路透,分享。 然而,有别于布兰森的是,穆斯克是一位争议性人物, 特别是因为他愈来愈乖张的行为和推文, 从他对英国洞穴潜水员的鸾桶匹的指控, 道声称将让特斯拉下市。 下市风波并使他本人与特斯拉分别遭美国证管会罚款2000万美元。 布兰森说,我们谈过了。 他已和穆斯克坐下来谈过这个问题, 暗示他可能已传授这位年轻创业家一些如父亲般的建议。 布兰森重申,学习更加的授权艺术, 将可以战胜他,穆斯克,的一个缺点。